10月23日 向泰晨蓝晒出一段视频 并透露准备在杭州盖楼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画面中向泰打扮得相当看亮 穿着白色衬衫 画上红唇 颇有女强人气场 向泰透露自己很喜欢杭州 曾经来旅游过 这里的美食很好吃 并自报此次来旅游 更重要的是让朋友帮他找地 因为他准备买下一块 非商业用地用来盖楼 为了能够让一家人定居杭州 同时也会将儿媳孤必婷 还有孙子孙女一起接过来 让孩子们在杭州定居上学 接受更好的教育 看来向泰是想要让全家在内地发展 毕竟郭碧婷跟向座总是风格两地 向泰也经常见不到孩子们 心里空落落的 一家人住到一起更方便看孩子 除此之外 向泰还透露出自己今后 打算重操就业 设计服装 打造出几个品牌 这个行业对他来说确实更容易发展 向泰因为结婚了 才放弃了自己曾经的事业 一心帮向华强打理公司 现在复回老本行重操就业 可以大胆追逐年轻时的梦想啦 最后也祝他们一家永远幸福